S13世界赛瑞士伦阶段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,八强战队全部诞生,LPL4队全部晋级,LCK那边只有DK被淘汰,欧美赛区只有NRG晋级。 而在瑞士伦比赛结束后,KT辅助李汉斯接受了韩梅的采访,在采访中李汉斯公开吐槽今年S13世界赛瑞士伦的赛制是最差的。 李汉斯的采访如下,记者询问李汉斯,今年世界赛首次采用瑞士伦赛制,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吗? 李汉斯笑着吐槽,我只参加过三次世界赛,这是第三次,但是我觉得瑞士伦赛制是最差的赛制,有的队伍打得很轻松,我们却打得很辛苦。 而对于八强赛又抽到中韩战队这件事情,李汉斯也表示已经想清楚了,就当作周军赛来打了。 无庸置疑,KT是今年世界赛抽签运气最差的队伍,整个瑞士伦打完了,一次欧美战队都没有遇到,而到了八强阶段,就已经把LPL赛区的一到四号种子全部交手一遍。 反观web运气好得过分,通过艰难击败欧美战队进入八强,甚至有可能不需要击败中韩队伍就可以晋级四强。 对比下来,KT确实太惨了,最惨的是KT将在八强赛面对支持,只是本身就是今年世界赛最大夺冠热门。 如果KT拼进全力击败,下一场的对手将是TE和LNG的胜者。 这两队的实力也很强,KT在LCK夏季赛季后赛选择TE后惨遭暴打。 而LNG目前看来实力比只稍弱一点点,综合实力也很强,不管是哪个对手,对于KT来说都很难。 KT如果想要拿到好成绩,走得更远一些,后面每一场比赛的对手都不会轻松。 所以Lihant吐槽瑞士伦是最差的赛制,也可以理解,理解世界赛上都没有像KT这么倒霉的战队。 不过站在观众的角度上,瑞士伦的可看性增加了不少,没有无用的比赛。 每一场的胜负都很关键,任何队伍都无法提前得知下一个对手是谁。 这很考验队伍的综合实力,赛制对于观众来说很有趣,对于KT队员来说确实很惨。 只能说要么百炼成金,要么提前回家,八强剑吧。